这双鞋呢 吴思瑶他本人就有三双 所以弄了老半天 我买了一双 他买了三双 那请问你们有没有用三倍的力量去监督他 没有 我觉得不要这么做作 在人家讨论这个时候跑出来说 我都穿Net 没有 你根本都是三宅医生 你那个都一定买到已经VIP了 最后已经打到 穿衣服都是一个罪的时候 我就觉得如果你同党同志 这个时候能够站出来 帮你赞加一下 然后告诉大家 如果要整个这样歪掉 那一些重大政策 或重大的一些事件都没有去讨论 这不是很荒谬吗 你会不会觉得没有更多的温暖 我觉得其实 我不是在挑拨你跟国民党 我知道 是觉得对 我觉得其实分两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国民党进步了很多 就是说大家变得比较团结 也比较温暖 那但是这次就是我们缺一角是缺在哪里呢 缺一角是缺在 民进党他们有很多 比如说你说侧椅也好 或者是说那种攻击手也好 他们是不分青红皂白 然后很喜欢讨论政治 在网路上面 他可以随意造谣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造谣 可是以前过去都是我在跟他们混战 比方说我可能常常跟那些人 就是在网路上就吵成一团 那我为了别人的事情在争执的时候 那我可以成为别人的你说武器也好 或者是防守的工具也好 可是当我变成是攻击的对象的时候 很多事情或许就不是这么适合由我来讲 比方说呢像他们攻击我说 诶 徐小星你可能今天鞋子多少钱 项链多少钱 可是要讲项链的话 那吴思瑶的项链去查 是一个要六七十万 六七十万不是六七万 对六七十万 然后他的手环一个要四十四万 他的表要三十三万 然后呢他都说他穿Net 没有我去查了 我跟你讲顺便简一看 我手机里面全部都是 果然就是巧心 我手机全部都是谁的照片 我手机全部都是吴思瑶的照片 你会不会太爱他了 每一件 每一件都是三宅一身 三宅一身说贵不贵 但基本上一件大概一两万 不便宜 一两万人都有 现在更贵了 对随便给大家看 而且重点是不好买 你要买到这么多 然后比方说我有一个包包 诶 你功课证做的蛮好的 对 比方说他说我有一个包包 是三宅一身的 那个包包大概是一万五千元 那吴思瑶有三到四个同款的包包 包色 他是直接有四个颜色 光是三宅一身的包包 他就有四个颜色 那更不用说了 他其中两件衣 三件衣服被我找到是穿爱马仕 然后他可能是为了要配货买包包 所以才买那些衣服 然后有其中一件爱马仕的套装 是这个八万六千块的报款 那如果说他都是真的 我们就用阿苗的说法 疑似姬似款是如此 都要用这样子来讲的话 甚至啊给盛美姐姐看 那天就是我被攻击穿着的那一天 我离开立法院的时候 走在我前面的 三位民进党的立委 都穿精品鞋啊 两位啦 三位里面的两位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来镜头拍一下 这是我在往 往立法院往前走的时候 镜头要拍得近一点 他们还转头 他们还转头看了我一下 三位里面的两位 你告诉谁谁谁 左边是邱毅莹啦 右边呢我不太认识 但他们看起来 他们那个包包上写一个守护台湾 所以应该他们都是同档的 然后呢 他们三个人里面 两个人穿的鞋子 就是他们批评我的鞋子 而且那双鞋子 吴思瑶有三双 就是他一个人包了三双 白色黑色跟钻扣板 这个就是我 就是那个乐服鞋子 对那个球鞋 比方说像这个吧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双 这双鞋呢 吴思瑶他本人就有三双 还有钻扣的 白的跟黑的 都有 这是我目观的品牌 所以弄了老半天 我买了一双 他买了三双 那请问你们有没有用三倍的力量去监督他 没有 而且这件事情我一直都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别人的穿着没有什么好讲的 人家还是犒赏自己啊 我平常跟他推推几几的时候 我会没注意到他穿什么衣服跟什么鞋子吗 我都有 但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他也是一个单身的女性 邱毅盈也是劳力士女王啊 邱毅盈他是买 邱毅盈他是买了百年龄啊 百年龄这支表要四十六万二 这个很少人知道是因为他是男表 他比较多是男生在买的 所以他百年龄这支是四十六万二 他现在都 四十六万二 还戴在手上 那请问要问申报的人他有申报吗 邱毅盈有申报吗 没有我都查过了 你这个是疑似真的齁 对啊 G4款 G4款 46万 那他另外一支 他另外一支劳力士 这一支 你们很喜欢台湾的劳力士 劳力士31万 也没有看到他有申报啊 那请问 你们有用同样的标准去检视自己人 没有 你就这边是翻车嘛 我觉得最离谱的是吴思瑶啦 因为他跑出来讲说他都穿Net 我本来不想 我本来不想看他的 但是呢 他就说他穿Net 我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穿Net 结果看到的每一支 他有哪一件是Net 我不知道他哪一件是Net 但是这一件 可以告诉大家 G4款是爱马仕八万六的爆款套装 是你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的 近拍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爱马仕的猪鼻子的样式吧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那个 爱马仕的图片 但是你只要看这个衣服就知道 好就是说这个是一个G4款 好我看一下那个 爱马仕的图片在 爱马仕的图片在这里 这里 是不是看起来是一样的 对吗 你就是用阿苗的这个方式 来跟大家 我们大家的梦幻品牌 讨论的话 我一直都知道 他们其实就是大概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 因为吴思瑶 她是一个单身的女性 她也从政这么多年了 家里也算是富有 她买她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错 无可厚非 但是我觉得不要这么做做 然后呢 这个在人家讨论这时候 跑出来说我都穿Net 没有 你根本都是三宅一身 你那个都一定买到已经VIP了 如果那是三宅一身的话 所以我会觉得随便给大家看 几乎每一件都是阿 这一件也有同款的 这一件你看 来来来 这件黄色的衣服 看到吗 好 那我找一下三宅在哪里 厉害了 我就是都是同 好 找另外一件好了 这一件 这显然还是VVIP了吧 已经都买到 这一件洋装嘛 对不对 那同时三宅的在这里 这一件洋装 就是一样的嘛 看起来一样 但是 就是说不定 它也是什么别人 什么二手 或是这个不是真的 都有可能 不过我想要讲的不是这个 我想要讲的是说 为什么要这么无聊呢 比如它的表 这一支香奈儿的J12 J12它有各种不同的价格 有三十几万的 又更贵都有 但是我只是觉得 我一直都知道 他们是有可能有一些 不错的东西 但是 只要他的收入是合法的 他没有不投不抢 为什么我要去爆料这件事呢 所以我从来没讲过啊 所以别 所以他们一直讲说 我是拿许晓星圣人的标准 来检验他错 如果我真的要检验这种事情的话 我早就讲了啊 我根本就不需要明明知道而不讲 因为我会吃分是非嘛 我先前说林秉书带劳力士的事情 是因为 他说他是无业 他说他没有钱 但是呢 他说他没有钱 但他实际上面 看起来却非常的富有 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他是一个诈骗犯 他是不是有把钱藏到哪里了 这个是检调应该要去追查的 我们是提出这样的论述 根本不是在讲说 林秉书有一支劳力士 No 不是 是他没有 跟他的这个身份工作 有显而相当的收入 但他却负担得起这些财物 那我们会想知道 中间是不是有哪里 剪掉有疏漏去查的地方 所以根本不是像他们讲说 好像什么圣人的标准 吗